你刚才也说到营起 今早约明2269发了营起 跟大家谈计几个数据 归属公司权益股东的利润就上升98% 就说了几个原因的 主要那些 它说加速高效推进 和执行延传和新印讯 就说到是COVID-19的项目 就提升了收益 另外它说2020年第一季 疫情影响的时候 就降低了生产效率 到目前为止已经完全恢复了 加上现有的产能和资源利用率的持续提升 以及营运效率改善 就提高了武利率 同时公布了3月22日就会公布业绩 好 这个是不是真营起呢 有没有改变到你去看淡它的看法呢 真的是营起来的 绝对没有改变我们去看淡的看法 你明白我看淡一些股份 不只是说因为前景固然会转差 如果你是前景转差 代不代表不会发营起 就无关事的 这个就很看股份 现在若明正在做的市盈率 上年份业绩计是156倍PE 预测是90多倍 业绩当然在营起上没有90多倍那么高 是胜预期 但其实如果你看下半年的整体盈利能力 和上半年比较 都一样是放慢了 而最重要就是整个依日版块 你看信达生物或者很多生物科技股 在整体走势上 是真的会吓死你 这个问题是那些政策的相关影响 若明生物已经是叫做在整个医药版块上比较硬正 但我们的看法就是说它硬正 不代表都值得值得这么高的估值 我们在讲的就是说这两年 资金可能是始终 因为高分出了以后就说央央康放税 你港股一样有很多流动资金 或者有很多业钱就是炒 若明是一种升得比较夸张的相关股份 但是那个估值被人被拉到很高很高水平 用一份业绩计 预测算率都说了七十几倍 我觉得再向下调整的机会还是有的 只不过我们就说是看淡 跌的时候是不是 即是什么时候是一个很良好的看淡司机 就要找 但是如果你是出现盈起之后 它肯夹的话 现在其实图都很容易做trade的 第一方面你讲了两次试过75元的币位 未来如果它升穿到95元这些颈线位 整个箱底出来了 你就没有条件看淡了 或者你讲可能会夹得比较凶狠 接着才会有机会 但是短线来说 你可以选择就是看淡的部署策略 就是用95元来做支持位 就是你讲越高水平 一定是做到一个最越高的直博率 你夹高到可能85元这些位置做 你就要有个风险承受能力 就是它夹到10元左右 所以你现在这一刻 这些股份就是说 就算是看淡我们也找不到位置去扑它 或者是看淡它 多数都是承受食花圣的 在正过52周低位上 扑一些我们觉得看淡的股份 你预了短线就有个问题 就是有机会被人夹 因为时间点上是比较难触摸的 特别是看淡的部署上面 很多时候有偏短线走位置 最重要就是出现盈起之后 就是看是否盈利能力 就是有很大的改变 其实真的不是的 这个道理就是刚刚说的比亚迪 你上次的 股值根本就是预计了它一定是做得好 它们做得好是理所当的 而三反地 你说的盈起又不是真的强劲到 就是说扭转了整个市场的整体体法上面 如果你说出现盈起 PE 落到40-50倍的话 没有了我没得再挑剑看淡 因为说这些位置 股值真的未必有个很大的下调空间 但是不是的 现在也在说七十多倍 所以暂时来说 我觉得短线会夹 第一方面 不知道夹不夹得上到85元 夹得上85元 那便开始运回潑落 相反地如果这段时间 85元几次都升不到 20天线都很大阻力了 开始掉头回落的时候 你便顺着过去 所以我们始终觉得 这些就是高估值的股份 今年主要针对调整压力 会比较大的办法 是的 大家留意着